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克龙进行脑死亡检查 埃尔多安这番言论引发法方不满 法外交部就此已传召土耳其驻法大使 据金日俄罗斯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28日在法国首都巴黎 会晤北约秘书长时 在提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经历脑死亡 他还表示反对土方越境打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随后于29日进行回击 称法国领导人无权批评土耳其或北约 应对法总统马克龙进行脑死亡检查 报道指出 法国认为埃尔多安这番言论带有侮辱之意 为此已传召土耳其驻法大使求说法 并称安卡拉驻巴黎大使必须对土耳其的侮辱言论 作出解释 法国总统府一名官员表示 土耳其总统最新发表的越过言论不是声明 而是侮辱 我们期待埃尔多安总统作出澄清 马克龙28日再次提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历脑死亡 说他不会就这一说法引发奇异道歉 因为北约需要警钟 马克龙说 北约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保障欧洲地区安全 如何应对美俄中岛条约失效以后的局面 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关系 以及如何应对土耳其越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欧人武装 土耳其外交部长 梅夫旅特恰伍什奥卢 28日就曾回应马克龙对土方的批评 说法方是恐怖主义的赞助人 因为法方定期在总统府接见叙利亚民主军人员 伦敦恐袭嫌犯仍处假士妻 约翰逊称重犯不应提早出狱 综合报道 英国警方11月29日在伦敦击毙一名男子 他身穿假自杀防弹背心 持刀杀死两人 另有约三人受伤 当局定调事件为恐怖袭击 首相约翰逊表示 让重大暴力罪犯提早出狱是个错误 必须执行判决 尤其针对恐怖分子 伦敦时间下午不到20 这名男子在伦敦市中心金融区伦敦桥附近的一处发动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据悉 这一地段在两年前也曾发生袭击致死案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 发动袭击的男子叫乌斯曼汉 今年28岁 他目前已被证实 曾因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入狱 甚至在此次发动袭击时 他还处于假事期 英国警方已将这起袭击定调为恐怖袭击 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未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称 犯案男子是在同意带上电子追踪器的条件下 约于一年前出狱 报道称 伦敦都会区警察局长迪克表示 警方在收到通报后五分钟内就抵达现场 发现嫌犯身穿一件假炸弹背心 他也表示要感谢多名协助的大众 他们展现了无比勇气 站出来制服攻击者 警方目前仍在确认两名死者的身份 约翰逊表示 判了刑就要服刑 他说 让重大暴力罪犯提早出狱是个错误 我们必须对危险罪犯跳脱这种惯例 执行适切判决 这很重要 尤其是对恐怖分子 此前于袭击事件发生后 约翰逊称赞协助制服犯案的男子的勇敢路人们 并表示英国永不畏惧 约翰逊在唐宁街告诉记者 我要向那些采取实习行动 介入事件 以保护他人生命的群众非凡勇气致敬 他接着表示 对我来说 他们代表英国最好的一面 我代表国家全体感谢他们 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因为这种袭击 而感到畏惧 分歧或胆怯 约翰逊认为 此案已在控制之中 他誓言 追捕到任何牵涉此案的人 随后召开政府紧急安全委员会会议 英国将于12月12日举行下议院选举 选举结果 对英国脱离欧盟的进展将非常关键 此外 英国下周将主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成员国领袖都将出席 保安势必拉到最高层级 特朗普将赴英出席北约峰会 约翰逊喊话 别谈英国大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认为 美国总统下周访问伦敦期间最好不要谈起英国即将举行的大选 据报道 特朗普下周将赴伦敦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约翰逊在一次访谈中说 作为盟友和朋友 我们传统上不做的事就是参与彼此的竞选活动 约翰逊说 当你拥有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亲密朋友和盟友时 最好就是任何一方都不参与对方的选举 有媒体称 特朗普及时已涉足英国大选 他十月曾表示 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滨 对英国来说是太糟糕的人选 约翰逊应该与英国脱欧党领袖法拉奇达成协议 科尔滨利用特朗普对约翰逊的赞誉 作为攻击约翰逊的保守党的主要信息 称如果保守党获胜 会在英国脱欧后将备受推崇的 国营国民健康服务机构出售给美国企业 报道称 保守党高层人物担心 特朗普在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 或说些对保守党选情不利的话 特朗普在先前的访问中说 并未回避讨论英国政治 他曾批评约翰逊的前任 特雷莎梅的脱欧政策 将于12月2日抵达伦敦的特朗普 预计将会面就日后的贸易谈判 持如何立场的问题 以及国民健康服务机构 是否包括在协议之中 他此前说什么都可以谈 但是约翰逊已经表明 若美国把国民健康服务机构 列为先决条件 英国将退出谈判 约翰逊在一个小时的电台采访中 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他还说 若保守党在两周后的大选 赢得多数其次 英国退出欧盟的时间 将不会晚于2020年1月31日 世界气象组织 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日内瓦消息 世界气象组织25日发布 新一期温室气体公报 指出地球大气中 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 温室气体水平持续增长 已呈长期趋势 未来将导致温度升高 更极端的天气等 愈发严重的气候变化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 主要的长效温室气体 可在大气中滞留数百年 在海洋中滞留的时间甚至更长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资料 2018年 全球二氧化碳浓度 达到407.8ppm 较2017年405.5ppm 有所增长 是1750年工业化前水平的 147% 此外 涵盖偏远北极 山区和热带岛屿等地 气象站的全球大气监视网的 观测资料显示 架丸和氧化亚弹的浓度 也比过去10年高出很多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 彼得·里·塔拉斯在公报发布会上说 尽管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 作出承诺 但大气中 温室气体水平的增长 还没有放缓迹象 他说 为了人类的未来福祉 我们需要将承诺化为行动 并提高追求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上一次地球出现类似的二氧化碳浓度 是在300万至500万年前 那时的温度比现在高2至30时度 海平面比现在高出10至20米 塔拉斯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格·安德森指出 在这个关键时期 全世界必须在排放方面 采取具体逐步的行动 他指出 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 要么现在就启动我们所需的根本性变革 要么面对气候变化 彻底改变地球的后果